好,我们下面接着来看21课的第三段 第三段介绍了门多萨是如何兴旺发达的 另外又是如何到最后又衰退又垮台的 第三段第一句话说 自古英雄初少年 这个门多萨在14岁一次拳击比赛之后 就一炮走红了,迅速窜红了 这个里边出现一个固定搭配 就是咱们14课曾经总结过的成名出名 叫Rise to Fame Rise to,注意一定跟Fame搭配 不是升到了名气里边去了 就是成名了,出名了 这是一个固定用法 咱们再看个简单例子 She first rose to fame as a singer at the age of 16 这个女孩子最早最初是在16岁的时候 那么作为一个歌手出名了 当时只有16岁 成名出名就Rise to Fame 当然这个Rise也可以当作名词来用 某人的成名把Rise当名词也可以 你不信咱们看一看一个课文中的片段 就是在208页第18行 45课里边 208页的第18行 他说是Rise to Fame was swift 这个成名是特别快速的 这个Rise在这儿是当名词来用的 但后面大词搭配不变 还是to Fame swift 这是形容词 相当于本文中的副词swift 只不过在这修饰名词 用形容词了吧 成名的速度是非常之快的 那是这么一个意思 咱们看到书后题 109页第十题 109页咱们看第十题 他说 这个100块钱 109页第十题 Mendoza's什么to Fame was noted by Richard Hamphries Mendoza迅速的成名 被理查德汉姆莱斯注意到了 在这需要个名词 因为前面是鼠格嘛 选哪个呢 只有选择A选项 Mendoza's rise to fame 这是把rise由动词变名词了 但后面都是跟to fame搭配 成名出名了 咱们复习 咱们在十四个讲过 成名出名 还有另外一个结构 这个结构里面用name 大家还记得吗 就叫make a name for oneself 叫成名出名了 不是给自己起这个名字 而是成名了 make a name for oneself 咱们复习66页第十行 66页的第十行 这句话说 He soon made a name for himself and came to be known to the Italians as Gervani Okuto 这个人很快就成名了 并且慢慢的呢 被意大利人称为叫 Gervani Okuto 这样来去成为他 很快成名了 成名叫make a name for oneself 这个结构也行 也可以 还有一个 咱们固定搭配 叫一夜成名 还记得吗 我们用become famous over night 这个over night 在夜里在夜间 咱们到了第三十个 幽灵之死 就会碰到了 我们大声读一下 这个端语 become famous overnight become famous over night 叫一夜成名了 当然这形容成名速度之快 未必正是大半夜出的名 半夜计较那种 这不一定 就是成名速度特别快 注意 famous 不要读famous 没有字母R 要说都是平的 famous 不是famous become famous over night 我们再复习这句话 with the success of their first record they became famous over night 这个例句 咱们的十四课贵族歹徒 咱们见过一次 随着他们第一张唱片的成功 这个组合 泥炮走红 迅速成名了 这个结构 咱们顺便也可以同时记住 本文中 就是他迅速的 本文中应路 父子Swiftley 也是迅速的 迅速成名了 在一次拳击比赛之后 那次拳击比赛的时候 十年仅仅 14岁 英雄出少年 尤其拳击 拳怕少壮 14岁就成名了 说明出名的很顺利 这样一来 好运就接踵而来 第二句话说了 Thi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Richard Humphries who was then the most eminent boxer in England 他这呢 就吸引了 理查德·汉弗莱斯他的注意力 这个人是谁呢 他是当年英格兰最杰出的 一位拳击手 当时的拳击大师 门多萨当时 仅仅成名 那只不过是后期之秀 那理查德·汉弗莱斯 是当时大事纪的人物了 那么吸引了某人注意力 这里用的是attract 跟attention搭配是可以的 吸引注意力 所以好多搭配都行 你看动词可以用attract 吸引过来 你可以draw 揪不牵拉拽吗 过来过来 注意力拉过来了 也可以用catch 抓住了注意力 也可以用capture 什么叫capture 俘虏了嘛 俘虏的注意力 俘获的注意力 也可以用arrest arrest的动词可以表示逮捕了 你看 吸引了 拉过来了 抓住了 俘虏了 逮捕了 总之都是吸引了某人的注意力 类似 这个某人注意力两个结构 一个叫once attention 一个叫the attention of somebody 都行 那么什么时候用第一个 什么时候用第二个呢 就看着人是长短了 如果人是个代词 用鼠格呢 比如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就不能说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me 太别闹了 像说什么呢 attract my attention 就好了 如果吸引了 比如说史密斯教授的注意力 就得用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professor Smith 就好了 本文中用的是哪个 显然用的是第二个 为什么 本文中后面跟了 一个人名字 理查德·汉弗莱斯 而且后面还挂着定语从具太长了 当然用这个 the attention of somebody 而不用这个第一个结构 这个咱们信中 应该有数了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他在当时 Dance当时呢 是一个 most eminent box in England 当时最有名气的拳击大师 这个eminent 咱们在生死中讲过了 大名鼎鼎的 远近驰名的 大名鼎鼎的 最有名的一位拳击大师 好 这样一来 你看这个门多萨可交人好运了 为什么呢 这个汉弗莱斯是当时最有名的一位拳击大师 一般呢 这个人想求他当师傅 人家都不干 但他看中了门多萨 主动提出训练他了 看下句话说了 he offered to train Mendoza and his young people was quick to learn 他主动提出要训练门多萨 并且他年轻的弟子一学就会 当时主动提出 不用你求啊 主动提出 来 我要任您当徒弟 offer to do 主动提出做模式 这是咱们14课知识复习 offer to do 主动提出去做模式 咱们复习一下在66页的12行到第14行 66页的第12行到第14行 还记得吗 在和平时期 当生意不景气的时候 霍霍伍德带着他的士兵 咱们讲过不是他的男人们 开赋到一个城邦里面之后 然后再烧毁了几个农场以后呢 就主动提出 如果可以给保护费 我们就走人 主动提出 做模式 offer to do 本分钟也是一样 这是复习了 主动提出 train是训练了 训练门多萨 并且呢 这个徒弟说对了 为什么 his young people was quick to learn 一学就会 这个people 注意在这不是小学生 这个people是多一词 在本文中是弟子徒弟门生 在这里面跟年龄是没有关系的啊 在本文中它相当于 我们大声读下 apprentice apprentice 相当于这个词 就是徒弟 学徒 门生 这个people在这跟小学生不一样 小学生他年纪小 而且是学知识的 门生 弟子 跟年龄没关系 他是学技术 学手艺的 像学木匠啊 练武术啊 学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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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学油漆工啊 这叫people 叫弟子 他年轻的弟子怎么样呢 叫一学就会 一学就会 这个people呢 当然我们 本文中指的是弟子徒弟门人 但他表示小学生呢 指学生咱们可以做个总结 因为这学生好多词 咱们可以顺便看一看 这我们知道这个people 一般指小学生 这个student 一般指中学生 或者大学生 咱们叫student 更好一些 那大学生里面呢 又分大一大二大三大四的 这个学生 咱们又是当常识可以记记 先读一下大一的新生 freshman freshman 大一的新生 新鲜脸 新鲜人 fresh就新鲜的 这个比较好记 到了大二的时候呢 是这么来说 大师里面 sophore sophore 注意第二个欧部发音 不要读sophore 注意那个欧部发音 在里面 sophore 这个也好记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sophage 这个四个四母放在一块 它表示智慧的意思 你看这个哲学 叫philosophy 爱智慧 有个soph在里面 还有那个什么 有丰富人生经验的 什么阅历很丰富的 或者机器高精尖的 有个形容词叫sophisticated sophisticated 也有个sop在前面 所以这个是智慧 more是多一些 那到了大二的时候 智慧多一点了 学知识了 有人生阅历了 再读一下一次 sophore 智慧多一些 然后大三大四 先读一下大三的 junior 再读大四的 senior 这是大一大二 大三大四的 这个学生 他们毕业之后呢 就变成这个大学的校友了 这个校友叫alumnus 复数 注意读上alumni 把us去掉之后 变成i就好了 我们再读一下校友 先读一下单数 alumnus alumnus 再读复数 alumni alumni 这是校友 这几个是跟学生相关的 咱们可以同时记住 但本文中记住 这个people 是弟子 跟年龄没有关系 他是学技术的 然后呢 was quick to learn learn是学会了 咱们说 学会得非常快 就咱们中书的 一学就会 这样一来啊 这个师父是真教啊 这弟子是真学 标着膀子 一块来提高 这个东旭春来啊 这慢慢慢慢 这徒弟长大了 你看后门 In fact Mendoza soon became so successful that Humphrey turned against him 这个老师啊 也是有的数度即长了 事实上 Mendoza很快就变得这么的成功 以至于汉弗莱斯 跟他反目成仇了 没想到 这个弟子对自己 形成挑战了 这我的师父的地位 都保不住了 他比我还厉害呢 这turn against 这个结构得好好看一看 turn against表示 与某人反目成仇了 说明两个人原来呢 是关系不错 师除如父子嘛 后来呢 反目成仇了 就turn against somebody 与某人反目成仇了 这个turn前面 还可以加一个somebody 什么呢 如果在前面加人的话 那就使这个人 与后面的人反目成仇了 如果没有前面这笔语呢 就是这个主语 和against 后面这笔语 反目成仇了 如果前面turn后面加笔语呢 就是使这个人 跟这个人反目成仇了 这两个搭配都行 咱们看一个例子 你看这个 turn后面加笔语了 the wicked woman 后来呢 后来呢 后来呢两个人打起来了 反目成仇了 其实分析他的心理呢 就是汉弗莱斯 现在对徒弟嫉妒了 妒忌了 徒弟成功超过自己了 这个容不下他了 这个意思 所以可以说 门多撒变得这么成功 以至于呢 汉弗莱斯开始妒忌他了 嫉妒的妒忌的 我们看这个形容词表达 咱们还有如此 以至于 soon became so successful that Henfrance became jealous of him 汉弗莱斯对他开始妒忌了 嫉妒的或妒忌的 这个词是个贬义词 他前面既可以用必动词 也可以用become 这样的系动词都行 我们读一下中心形容词 jealous jealous 注意再次指出 不要读jealous 没有这个字母 说句话不能够 我们再来面 jealous be jealous一定叫off 对什么什么妒忌的 也可以这么说 他变得这么成功 以至于激起了 汉弗莱斯的妒忌 激起他的妒忌 我们用jealousy 这名词就好了 激起可以用 咱们第二个讲过的动词 arouse 还记得吗 激荡起某种感情 如此以至于 如果后面加动词 不定式的话 咱们应该叫so as to do 这个结构先进入 so如此以至于加从句 加大从句 如果如此以至于怎么样 去加动词不定式呢 注意 so加熊字负词之后 后面加s to do so successful as to 以至于怎么样 arouse Hemfrey's jealousy 激起了汉弗莱斯的妒忌 汉弗莱斯的名字 后面就有个s 那么s结本的 后面再加鼠格的话 就不能加皮儿s了 直接加个皮儿就好了 激起他的妒忌 我们把这激起这个词 先读一下 arouse 激荡起某种感情 再读一下后面 这个妒忌这个词 jealousy 激起了他的妒忌 这个输后题呢 也考到了这个小的致点 咱们不妨看一看 请翻到109页的第11题 109页的第11题 咱们看看啊 Hemfrey's soon became什么 Mendoza's success Hemfrey's很快 对门多萨的成功 怎么样了 咱们以前还大致说过一遍 今天重点看一看 应该选哪个呢 选A became jealous of Mendoza's success B选项呢 如果be disinterested in 大家还记得是什么意思吗 disinterested叫做不偏向的 公平的 对土地很公平 这个不符合原文的意思 注意 如果不感兴趣的 应该用uninterested 把前面那个dis换成un disinterested 表示公正的 不偏向的 本文中明显不对 be revolted by 如果revolted by是什么意思呢 叫讨厌或者厌恶的意思 大家还记得吗 动词 revolt revolt 表示 十某人讨厌 所以的be 或者become revolted by 叫讨厌 某人模式 讨厌土地 这个还是不对 讨厌土地当时为什么要收吗 其实心里是妒忌 D被土地改变了 当然更不对了 选A是正确的 这个说得好 好 再回到文章中 他说 The two men quarrel bitterly and it was clear that the argument could only be settled by fight 这两个人 quarrel是争执成潮了 争吵的bitterly 就剧烈的激烈的厉害的 两个人吵得很凶 很凶 并且呢 显然这个争执只能通过一次 这个比赛才能解决了 It was clear that the argument could only be settled by fight 这个argument 就类似于刚才那个动词coro 它的名词形式 coro做名词还是coro 拼写一样 但前面用的动词coro 后面再用名词coro就重了 所以换成argument argument argument动词是argue A-R-G-U-E 跟那个动词coro就类似了 这是避免用同根字 用词赋予变化 另外显然这个争执只能通过比赛来解决 settle是解决 这个句型是16课知识的复习 你看 亚历山大先生 真是苦心孤义 在这课书中 对第一单元有多少知识点的复习 It is 或It was Clear 或者Obvious 或者Aparamnet 叫显然怎么样 前面这个it是形式主语 后面那是主语从句 大家还记得吗 叫显然如何 这个结构在16课 玛丽有一头小高羊中咱们见过 复习74页第五行到第六行 74页第五行到第六行 The rope had been cut So it was obvious that the lamb had been stolen 这个绳子是被切断的 因此显然这只羊是被偷的 本分钟显然这个比赛 这个争执只能通过一次比赛来解决 这个结构可顺便记住 是复习 于是呢 有人中间给撮合 两个人真的打起来了 A match was held at Stilton With both men fought for an hour 一次比赛呢 在斯蒂顿举行了 两个人在这一打 就是一个小时不分输赢 这个 威尔引导的是一个定语从句 这是没错的 但本门中呢 其实发挥的不是定语的功能 你看咱不能这么翻译 一个比赛 在后来在那里 两个人打了一个小时的 斯蒂顿举行 这不通顺吗 什么叫打了一个小时的斯蒂顿呢 应该翻译成 这一次比赛 在斯蒂顿举行 两个人在那一打 就是一个小时 本门中 这个定语从句 相当于一个病的句 是不是相当于这句话 A match was held at Stilton and those men fought for an hour there 两个人在那里 一打就是一个小时 但你发现又出现 咱们以前说的一个现象 什么现象呢 就前半句的末尾 刚好是后半句中的一个成分 你看这个at Stilton 是不是就是相当于 我们后半句中的there 在那里吧 在哪里 在斯蒂顿嘛 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定语从句 甚至状语从句改成 这个把并列句 或者状语从句改成定语从句呢 就好了 there就不用说了 也不用加联字and了 一个where就好了 所以依然是形式上的定语从句 它发挥的是并列句的功能 这是复习了 这还是就是复习 然后后面说 The public bet a great deal of money on Mendoza But he was defeated 老百姓把很多很多的钱 都压住在了Mendoza身上 都觉得徒弟风头正进 这个体力还好 肯定能打败老师 这个把钱压到他身上 这是咱们以前讲过结构 叫bet 后面叫money加钱 后面叫on 词汇中说过 在某人或者某名 马上压了多少钱 百分钟是这个意思 注意这百分钟bet 一般过去是 咱们说了bet bet bet 一般过去是 过去分词都是bet 但是Mendoza被打败了 老师可能最后留了一手 夜里偷逃 这绝招没教过你 眼看着 看看落败 砰一拳 把头给打趴下了 江还是老的辣 他被击败了 He was defeated 这个defeat 叫打败了某人 被打败了 be defeated 这个结构当然是正确的可以 但是他就失败了 失利了 还有很多表达 比方说咱们可以说 but he was beaten 用他也行 这个动词原型叫beat 一般过去还是beat 过去分词是beaten 我们用这个词也行 大声读一下beat 做动词打败某人可以 一般过去还是beat 过去分词是beaten 读慢了叫beaten 读快了之后鼻腔爆破 我们再提一下 beaten beaten 冷笑的声音出来 beaten 他被打败了 这两个都是急误动词 所谓被打败等被动 但失利也可用主动结构 but he failed 对吧 失败吗 直接用动词fail加ed就好了 或者说but he lost lose也是失败 那这两个用主动结构 lose lost lost 那么一般过去时 国际分子都是lost 就好了 当然他失败了 可以这么说 那么本文中呢 用了defeat 我们再说什么失败 失利就不能再用它了 尤其在离得比较近的地方 他一般做一些替换 你看比较一下本剧 至下两句话中的替换 咱们打到屏幕上 咱们看一看对比的 更明显了 本剧中 but he was defeated 但是他被打败了 再看下面 Mendoza met Hanfrey in the ring an the later occasion and he lost for a second time 然后呢他跟 在另外一个场合 跟老师汉文莱斯 在拳击台 我们说了Rain是拳击台的意思 再次相遇 并且他又一次失利了 he lost 是不是像呢 he was defeated for a second time 但前面有he was defeated 所以换成he lost 对吧 用这个词 再看下一句话 it was not until his third match in 1790 that he finally beat Hanfrey and became champion of England 直到1790年第三次比赛 他在最终打败了哈曼莱斯 并且成了英国蓝的冠军 注意这个打败换成了beat 是不是相当于刚才的defeat 这个beat 一般过得是 还是beat defeat代表 he finally defeated Hanfrey就好了 这明显相邻三个句子 你看选择不同词汇 所以咱们确实 值得咱们学习 咱们写完证要注意 别把他用错 但是这个击败 还有一个特别容易用错的词 这是受到中文影响了 你看这句话 我说我们最终赢了那个球队 We finally won that team 这句话错了 为什么呢 我们中文可以说 我们最终赢了那个球队 但英语中必须说 我们最终击败了那个球队 打败了那个球队赛队 所以We finally beat that team 或者We finally defeated that team 这个是对的 Beat 一般过的词还是Beat Defeat 规则动词后面加1D 一般过的词就好了 但这个Wan 就是一般过的词Wan 动词是Win W-I-N 那么他 精确还是什么呢 在这不能把它翻译成 赢了是不行的 咱们这么起中文 赢得了就行了 赢得了 你看 We finally won the game 我们最终赢得了这次比赛 这是可以的 或者这么说 We finally won the prize 我们最终赢得了这个奖励 或这笔奖金 这是可以的 赢得了 这是我们的 赢得了比赛 赢得了奖金 但不能说赢得了这个球队 你不能说比赛之后 这个球队成为我们家用人了 跟我走 给我擦地下 这不可能的 所以击败了 用Beat 和Defeat 这个Win 就一般过的是Wan 要反正赢得了 注意 第一个场合用的是错的 非常容易错 不要受到中文影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